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 这堂课我们来学习一款叶子花装饰下摆的织法 好,那这款装饰下摆呢,它的织法不难 但是呢,行数比较多啊,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起时针 起完针后,第一行 先织一针正针 然后呢,加一针 一针正针 再加一针 一针正针 两次 后面呢,我们织六针正针 最后一针之反针 好,接下来看第二行 第一针呢,条,直接这样正条就可以 然后呢,七针反针 然后呢,七针反针 接着呢,针针,直接这样传进去针 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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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针呢,我们也是只针针 其实第一行制完之后呢,我们就从十针变成了十二针 第二行制完呢,还是十二针 接着第三行 第一针条,我们直接针条就可以 然后呢,要 加一针,一针正针 要织四次,就第一次 加一针,一针正针 加一针,一针正针 再加一针,一针正针 好 然后呢,我们织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那么第三行制完呢,我们从十二针 直接变成了十六针 第四行 一针条,然后呢,七针反针 然后呢,三针正针 一针反针 再三针正针 最后一针呢,我们也是制正针 这是第五行 第五行呢,我们直接制一个正针 右上二并一 正条第一针,第二针是正针 拨收,然后加一针 一针正针 接着呢,我们再制 一针正针,加一针 一次,再制一次 一针正针,加一针 接着 一针正针 正针,右上二并一 再加一针 七针正针 然后一针 然后一针反针 第五行制完呢,我们就 总针数呢,变成了十八针 第六行 开头呢,也是 低针条,然后呢 七针反针 接着呢,四针 一反 再四针 最后一针呢,也是指针针 好,接着第七行 开头呢,也是 正针,右上二并一 然后呢,加一针 两针正针 然后呢 再制一针正针 加一针,一次 再制一针正针 加一次,两次 然后两针正针 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七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反针 第七行之外呢,我们就 总的就变成了 有二十针 第八行 开头还是一样 第一针条,然后呢 七针反针 然后呢 五针 一反五针 五针 最后一针呢 也是正针 其实这个规律 已经就是 有点出来了啊 第九行 开始呢 也是 正针 右上二并一 然后呢 加一针 三针正针 接着呢 一针 加一 要两次 一针正针 加一针 再一针正针 加一针 接着三针正针 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后面呢 还是一样 七针 一反 第九行 之碗呢 我们 总的是有二十二针 第十行 第一针条 然后 这里是一样的 条 然后七针反针 接着呢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六针正针 这里是递针的 前面是 本来是 三针一反三针 对吧 然后到四针一反四针 五针一反五针 现在变成了 六针一反六针 最后一针呢 也是这针针 好 接着第十一行 一开始也是 针针又是二并一 然后呢 加一针 这里呢 变成了四针针针 两次 一针 加一 一针 加一 然后呢 也是四针针针 针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这一段是一样的 七针一反 第十二行 第十一行之外呢 我们就是 总针数变成 二十四针 十二行 开头一样 然后呢 第一针条 七针反针 然后呢 七针 一反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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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针呢 也是至正针 接着来看 第十三行 看了之前的 规律呢 这个 大家应该越来越 知道这个规律 在哪了 第十三行 开始一样 正针又是二并一 然后加一针 五针正针 两次一针 加一 一针 加一 然后呢 还是五针正针 针针又是二并一 再加一针 后面呢 我就说一下 七针 一反 对吧 把后面制完 第十三行之外呢 我们会有二十六针 第十四行 我就说一下啊 因为反面很简单 第一针条 然后呢 七针反针 后面呢 就变成了八针 一反八针 最后一针呢 也是至正针 好 接着来看 第十五行 第一针条 然后呢 加一针 正针又是二并一 十一针正针 一 二 三 十 十一 十一针正针 织完之后呢 我们再织一个 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 两次 正针又是二并一 一次 两次 接着呢 我们织五针正针 最后一针呢 反针 这个第十五行之完呢 会有二十四针 变成二十四针了 接着我们来看 第十六行 第一针条 然后呢 八针反针 一 二 七 八 接着呢 接着呢 十四针正针 一 二 十三 十四 十四针正针之完之后 最后一针呢 我们也设置正针 接着我们来看 第十七行 先织 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再织一个正针 又是二并一 然后呢 九针正针 一 二 八 九 再织一个正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针针 又是二并一 然后呢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十七行之外呢 我们变成了二十二针 十八行 我就说一下 一针挑 然后呢 八针反针 接着呢 十二针正针 最后一针呢 也是只正针 等于十三针正针 好 接着来看 第十九行 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再正针 又是二并一 然后呢 然后呢 七针正针 正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加一针 正针 又是二并一 然后呢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第二十行呢 我也说一下啊 第一针挑 然后呢 八针反针 接着呢 十针正针 最后一针呢 也是正针 也就是说 挑一 八反 然后呢 十一针正针 第十九行 之丸 包括第二十行啊 我们一共呢 是有二十针 好 接着来看 第二十一行 开始呢 也是正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再正针 又是二并一 五针正针 正针 又是二并一 再加一针 正针又是二并一 最后呢 还是一样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二十一行之外呢 我们还有十八针 那么第二十二行呢 我也是口述一下啊 第一针挑 然后呢 八针反针 最后呢 九针正针 八针正针 加最后一针正针 九针 好 接着来看 第二十三行 正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再正针 又是二并一 三针正针 然后呢 正针 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正针 又是二并一 最后一样啊 六针一反 第二十三行之外呢 我们一共是有 十六针 第二十四行呢 我就口述一下啊 第一针挑 然后呢 八针反针 最后七针正针 也就六针正针 加最后一针呢 也是直正针 好 接着第二十五行 针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正针又是二并一 这里其实都一样 一针正针 再正针又是二并一 加一针 又是二并一 后面呢 还是一样啊 这个不变 六针一反 第二十五行之外呢 我们一共是有十四针 第二十六行呢 依然口述一下 第一针挑 然后八针反针 最后呢 五针正针 第二十七行 开头呢 也是一样的 又二并一 加一针 然后呢 我们要吃一个 右上三针并一针 第一针呢 我们正条过去 后面两针呢 我们直接支 左上二并一 将正条的这一针 拨收 这个就是右上三并一 然后呢 加一针 再正针 右上二并一 后面呢 还是一样的啊 六针 正针 一针反针 那第二十八行 依然口述 一针挑 然后八针反针 这里挑一八反不变啊 最后呢 三针正针 好 二十七行支完呢 我们针上就剩下 十二针了 然后第二十九行 我们呢 就是不加不减 支完呢 应该也是十二针 我们来看一下 先支正针 又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加一针 然后呢 正针又上二并一 接着呢 就直接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这是针上 应该也是十二针 我们可以数一下 来看一下 二四六八十十二 对的 然后呢 第三十行 我就支一下吧 第一针挑 然后呢 七针反针 不是八针反针了 三 四 五 六 七 最后呢 四针正针 那后面呢 我们就始终重复 第三行到第三十行 不是第一行开始 是从第三行开始到 第三十行 我们循环去支 也就是下一行呢 我们会支 第一针挑 然后呢 加一针 一针正针 连续四次 最后呢 六针正针 一针反针 从这一行开始循环 那么支出来呢 这个叶子花底板 是这样子的 下面就是 会有这样一个 一个个的叶子花 那么上面这个呢 其实我们挑针的这一排 已经流出来了啊 这个叶子针就是为了 你们往上去织 比如说织披肩啊 织衣服啊等等 就是在这里正好能挑针啊 这个就是为挑针流的 这个叶子针 这个叶子花装饰 下摆呢 就到这里完成了 好了 那这张课呢 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